日前有游客入住花蓮市的某间民宿 但进房之后却看到有很多只蟑螂在房子里头乱跑 一家大嫂被吓得是不敢入眠 赶紧向业者来反应 不料这个民宿的业者却说他们也无能为力 有提供虾虫剂放在门旁边 让这个游客气得上网 po文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吗 有吗 民宿房间发现蟑螂不只墙上到处爬 地板上当然也有 明明是到花蓮住民宿最后变成杀蟑螂比赛 有民众一家人高高兴兴到花蓮旅游 入住民宿后发现蟑螂小强到处乱窜 一口气就打死五六只 更气人的是向民宿业者反应 得到答案竟然是无能为力 业者丢了一罐杀虫剂到房门口就算了事 搞到最后全家人在房间里跟小强奋战 到天明 这个有蟑螂事情在花蓮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以我们的民宿来讲 如果发现客人有反应有虫或者有蚂蚁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协助处理 虽然花蓮民宿协会澄清疫情期间 防疫消毒比以往更确实 但民众入住民宿碰上小强到处乱窜 还把打蟑螂的画面丢到网路 让花蓮县府观光处不得不出面说个清楚 那大家到花蓮来都非常喜欢住民宿 那针对这一次 或许这个民宿这个针对他自己的整洁 清洁的部分没有做到完善 我们会依照民宿管理办法来开房 观光处强调入住民宿是到花蓮旅游的特色之一 绝不容许少数民宿业者伤害花蓮的观光形象 目前观光处除了对住宿旅客深感歉意之外 也将这间民宿业者依违反民宿管理办法 开罚新台币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还 记者中央报道